欢迎回到万物皆可可制化 Cable Daily的数码频道 此前被感冒折磨 采用了AI配音 效果也不错 喜欢的话以后仍然可以用AI配音 这次自己来配音 这里是苍云 很久以前我也是个Hi-Fi老烧 折腾FUBA2000解码器放大器音源 后来不再关心器材 转而专心欣赏音乐的纯粹 设备就很普通但足够 经过这些年 Hi-Fi已经被TWS挤占市场份额 真正成为了一个小众爱好 和客制化键盘有点相似 然而时至今日 蓝牙仍不能很好的支持无损音质 有线耳机尚可一战 本期我们来介绍一款入门Hi-Fi耳机 竹林鸟青鸾Z4 一款极具性价比的入耳式耳塞 竹林鸟是国产Hi-Fi品牌 主打高性价比 口碑也不错 这款青鸾Z4是旗舰产品 无卖版售价259元 代卖版也仅售269元 只要一顿饭钱 适合入门 并且有蓝牙需求 也可以选购蓝牙线 开箱后配件丰富度很惊艳 三种硅胶套可以改变声音走向 可换导管设计 无愧于旗舰 配件皮包很有质感 同度银线自带耳挂设计合理 能同时提高高频和低频 线材是亮银色的双骨线 非常轻盈 端子都采用亮面金属包裹 很有质感 耳机本体是鲜合金磨砂和亮面双拼设计 整体外观也像两只小鸟 国风设计贴合主题美观大方 放眼Hi-Fi界 这个做工这个价位有点厉害 丰富的配件也是让玩家有更多可玩空间 能够调整出自己喜欢的声音 具备倒向结构 这个是音箱上常用的结构 能提升低频 全金属耳机重量不轻 单边重11.2克 本来我有点担心影响佩戴 实际入耳式耳机支撑会比较好 佩戴的时候没有坠耳感 耳机本体尺寸不小 我佩戴起来比较贴合 没有任何不适 可以长时间佩戴 它的尺寸适中在正常范围内 耳机参数为32欧姆 106dB 看起来比较容易驱动 实测也是如此 随便一个笔记本或者手机都可以轻松驱动 对于考虑这款耳机的玩家 可能不会投资音源设备 本次声音表现的评测 我们都采用评价设备 另外由于没有人头卖 本期不含云视听 这款耳机有很多up主做了云视听 可以去试听交叉验证我们的主观听感 主力评测设备是Vivo NEXS最后一代音乐手机 DAC是CS43199 比市面上诸多小尾巴要强 其他设备有iPhone 15 Pro Max iPad Pro iPad Classic 红米手机 和惠普笔记本 对比耳机有苹果 有线AirPods 这是很多人手里有的设备 经典的白开水调音 非常的适合参考 还有V索尼克GR09 是几年前国产动圈旗舰 它也是白开水调音 很有代表性 青鸾是动圈式耳塞 我们经过至少60小时的保机才做评测 开声就很抓耳 如今200元级的入门耳机解析力 一耳朵的很强 风格属于中上盘的小清新通透风 风格不受保机影响 所有播放设备都能轻松驱动青鸾 绘埔笔记本声音表现差强人意 有微博手机的八成功力 红米手机不好听 青鸾不挑设备 但它的高解析力让你很容易分辨设备的好坏 青鸾提供了两套导管 默认是网状的比较常规 还有一套谐文导管 评想曲线和网状不同 官方介绍会提高高频和乐器的分离度 经过实际对比确实如此 网状导管人声范围和包围感更好 谐文导管七月分离度更好 不同乐器的位置都可以辨别 我还感觉谐文导管齿音控制更好 也可能是错觉 两套导管我更倾向于网状的 更为均衡 有三套硅胶套 通过颜色很容易区分 主应套用于增强声场 均衡套用于提升低频量感 使三段相对均衡 通透套能够增强中高频 声音比较舒适自然 我比较喜欢均衡套 此外耳机没有听冷气效应 声音也比较通透 很舒适 德九第四乐章对于苹果Earports 有点欺负人 苹果耳机俗称白开水 佩戴和中频比较突出 低频和极高频都有缺失 一般我用来做睡觉塞 解析力一般 声音也比较粗糙 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乐器的分离度也不够 丁音鼓像敲在铁皮上一样 声音还比较弱 小提琴略微像锯木头 音色有点奇怪 青鸾乐器分离度 一耳朵领先 每件乐器交代的清清楚楚 看着视频 你甚至可以知道 是谁发出的声音 高频非常轻量 小号小提琴和单簧管 婉转悠扬 丁音鼓质感稍逊 低频不够沉 和森海那种扎实的感觉不同 大动态也能应对自如 G209则比较保守 以前觉得解析力强 现在对比起来 竟然觉得有些糊 分离度不足 乐器出声挤在一起 解析力不足 所有乐器都是在同一时刻共鸣 你只能听到混合以后的声音 低频更佳 丁音鼓有氛围感 声场开阔 范音不错 临场感到位 第二首是原神音乐会 风单主题曲 选用它是因为当天在现场 知道效果如何 AirPods声音开阔 三段均衡 受限于素质 乐器风力度一般 手风琴和人声 这类中频突出 高频不是很亮 低频不足 鼓掌声薄 另外感觉少了一些细节 但顺在耐听 青鸾仍然继承了高频量和分离度高的优势 钢琴 手风琴 女声 小激情 不一而足 每种声音都交代清楚 且有层次感 临场感十足 缺点也是一样 开头观众的欢呼和末尾的掌声均低频不足 即便我已经用了低频增强的耳套 G209还是那个问题 虽然声场够开阔 解析力尚可 但乐器分离度不够 没有交代清楚 不过白开水的感觉是我喜欢的 第三首是Telor Swift Love Story 悉尼演唱会版本 AirPods人声突出 鼓声质感差 背景声有些糊 甚至分隔均衡 另外两个耳机也不是很满意 总觉得都是人声被背景声淹没了 想起自己看其他演唱会的经历 可能演唱会现场就是这么吵闹吧 对比起来我更喜欢青鸾的人声相对突出一点 G209总结的有点凹 虽然不是太乐的粉 这个视频我觉得真的很棒 青鸾的降噪效果不错 但无法和主动降噪耳机相比 汽车地铁的白噪音还是能够听见 但无伤大雅 并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雏林鸟青鸾Z4耳机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HIFO耳机 入门的价格带来胖瓷更高价位耳机的实力 它不调音源 普通的笔记本也能轻松驱动 并发挥相应实力 配戴舒适 可以一整天不摘 可玩性强 丰富的配件能让你调出自己喜欢的风格 升级音源也能发挥出更多潜力 建议采用暖声的前端设备 它偏中上盘 还原准确 不是那种隆隆轰头的低音塞 适合出烧入门和老烧回坑 是听乐器和二次元甜戏女生的利器 它乐器分离度高 声场开阔自然 性价比极高 在这个价位恐怕难逢敌手 如果你的预算在这个范围内 可以好好考虑 如果有更高预算 也可以加我们的QQ群讨论 群友也都爱好广泛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一键三连转发加关注 这对我们很重要